为什么要介绍买包呢 因为进行客服反应 我们很多客户他不懂 说这里皱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圆板 同样是会的 我们的做法 我们的工艺 我们的粉料 海绵 蹄料 都跟这个是完全一致的 它这个灵格是非常自然的 有一点 我们这里都很明显 可以看到这里是 圆板这里是凹进去的这个灵格 是非常自然的 你捏的它可以慢慢会回弹 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捏一下它是非常自然的 也会凹进去 它是非常软的一种形态的表现 非常软的一款 很舒服很舒服 市场它为了保持这里不皱 它是把这个灵格拖死的 你可以看得到 跟人家翻一块一样很平 这拖死它怎么去弄它 它是不会出现什么痕迹的 对 复原就复原的很好 但是做法是不对的 完全不对版的 对我们的每一个味道 我们的功力 我们的那个每一个材料 都是用的跟正品一模一样 对 圆板呢 这里呢 这比较 刚买的时候 它这里会比较 比较有肉 就像我们现在这种 这种形态 对 是点得很好的有了 因为它捏久了嘛 就有点那个 有点松 对 我们这里呢 这个形态呢 会连满是一模一样的 对 然后就是软度 然后还有就是轻度 都是一样的 对 不会说像这样子 这么丁 掐得很丁 对 就过于黑派了 真的啊 对 吃点的刀 大鸡蛋糕 你们喜欢的 看一下 真的是我们这款把我们切除小针 是做的跟正品 中式没有去一边 完全没有去一边 一直没有炒作啊 只因为很多客人不理解我们了吧 再拿来说一说 胖半子的那个终极味道 肯定是少不了它的大度男 这个我们就是称之 它为大度男 对 我们正面看 它是看不到这个底部的 这里是 饱满牛肉 啊 然后跟棉盘是一模一样的 对 这里这条缝 我们就叫大度男 啊 我们自己自己去掐货的啊 对 是非常的一个 有点肉肉的感觉 然后两边呢 是有一点点那个硬而肥 对 就像我们一模一样的 对 两边都是有一点这样子 硬而肥 啊